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 住着一位特殊的长子 产妇名叫冯瑶 今年35岁 冯瑶怀的是三胞胎 我当时挺惊讶的 没想到分成三个 我完全没有预期过这个事情 刚发现有三胎的时候 我们建议它减胎 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劝你 就是减掉一个 这样风险小一点 医生的决定看起来是冰冷的 但是是理性的 其实生命都是公平的 你见谁又不见谁呢 就侥幸 也许过个几年 你会觉得 那你不让一个小孩出生 那也挺不公平的 是吧 她是感性的 她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三个宝宝都健健康康的 但是呢 她看不到危险的那一面 三个宝宝在冯瑶的腹中 平安度过了七个月 然而就在冯瑶七个多月的一次例行产检中 被要求立刻住院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冯瑶被确诊为妊娠期高血压 用效重度紫嫌前期 重度紫嫌前期本身呢 算是产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一旦病情竟然很迅速的话 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妈妈的生命 忍膏症一旦发作 孕妇会浑身抽搐 导致呼吸暂停 脑血管会因为承受不住高血压 而破裂出血 而保住逢摇生命的唯一方法 就是尽快终止妊娠 这事啊 有没有可能多待两天 哎呀别这么糟 三个婴儿共享一个自贡 原本就让他们的发育空间 和普通孩子相比要紧张很多 如今又提前出生 对孩子来说也有极大的风险 能脱一天是一天呗 是吧 就至少那个小孩 他还能够饱一天嘛 他肚子多待一天 相应该外面多待一周嘛 那会好一点 他一直担心着孩子太小了 就觉得孩子 就好像是自己没做好一样 让孩子那么早出来 就在冯瑶住院的第三天 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些化验指标不太好 现在呢学校版又往下走 往后走的话 每天都承担着风险 冯瑶的手术定在了第二天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就是说不知道小孩突然什么样 然后进保证习要住多久 而且现在我看网上写 保证习的花费也很高 这种不知道 越担忧越紧张 别担忧没事 人家多少周了嘛 如果我是35周了 那明天后来都一样的 你知道吗 能跟别人比吗 不要老跟别人比这些东西 我怎么学习嘛 人家35周和我31能一样吗 让我去学 每当听到别人能够比 可能对他都是一个刺激 可能对他都是一个刺激 他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吧 他自己质责自己 你要说现在我已经33周以上了 哪天都可以 我也不太兴奋了 以后小孩生下了一下就三个 怎么着也得养娃呀 还不说现在马上要进保证乡 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提前两个月降生 三个宝宝肺部发育不完全 出生后一定要进重症监护室 才能存活 一个孩子就需要十几万元的花费 三个孩子就是三倍的压力 至少需要50万元 要不咱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我觉得先想想办法吧 房子能不卖先别卖 可是我想不到更多的办法了 我觉得也没那么着急 眼下医院这块还能过得去 养娃的可以用 咱再想想折看 什么办法增加点收入 慢一点啊 门口让一下让一下的 门口让一下啊 来 别检查什么 原来我知道了 比较紧的感觉 表情动作都知道 真是两个人之间熟悉 你自然会知道 下来啦 下来啦 下来上这头 下来点 过来来 生孩子这事吧 基本上封面都是她的感觉 我无论在这儿 陪多少天 只是辛苦问题 她走上手术台 还是面临着巨大风险 我这会儿激动 我这会儿激动 全都游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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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膜膜多 再来 再来 下一边下 这儿 手抢抢抢抢 对对对 好 消毒有点凉 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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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疾病 打一针啊 这一针有点疼 别躲 别躲啊 对 别躲 多胎妊娠呢 妈妈的子宫 就会被极度的扩张 在手术过程中 大出血的风险会增加 打两分一针 有两分一个 本身她自己基础上就有贫血 贫血本身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 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 手术对于她来说 这一个坎儿也是一个挑战 磁工扩张 贫血 血小板降低 以及凝血功能的障碍 让冯瑶大出血的危险 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差 其实我很担心我会失去她 确确实是很担心这一点 有这么严重 这个葡萄正好开没子儿 其实关了瓶肉 它吃起来就没有任何麻烦的过程 冯瑶在读博士的时候认识的长宝君 长宝君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这对学霸夫妻却一直为了要孩子伤透了脑筋 实际上我们要孩子也挺长时间 送颜的时间 哭也不止过一次 就是对孩子的渴望的一点 终于冯瑶和老公通过试广移植了两个胚胎 但是没想到 两个胚胎却分裂成了三个宝宝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生三胞胎的 真的没有想到 出发两个胎了 出发两个胎了 老大叔呢 老大叔呢 9点27 9点27 老大 男孩 老大是个男孩 哭声不是很响亮 医生赶紧为宝宝做初步检查 看这边 担了 没有什么呼吸 这也不行 老大的呼吸不太好 肤色发白 男孩 第二个男孩 男孩 第二个男孩 男孩 第二个男孩 男孩 男孩 一分钟后老二出生了 也是个男孩 宝宝有些生疑 很可能是肺部发育不好 导致的呼吸剧破综合症 小火 超大 小火 站住 隔旁边 29 29 又过了一分钟 老三出生了 也是个女孩 这个宝宝看起来 比两个哥哥都要建筑起来 来来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没有什么呼吸音 我估计都得上手机 没有什么呼吸音 但是老大直到死时 还无法进行自主呼吸 医生们努力的想让老大 再次发出提议 老大的情况却越来越差 几乎已经没有了呼吸 为了维持老大的生命 医生们不得不马上为他 进行气管插管 这个有串无串呼吸 真实有串 看看 哎 哎 好 好的没问题 三个宝宝都必须马上送到 儿科重症监护室 做全面检查 老三体重 不动吗 1640 对1640老三 好 这儿老三 告诉我男孩女孩 男孩啊 亲一下 皮肤接触一下 好皮肤接触啊 好小哦 好小哦 老大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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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眼 老大 哪儿女孩 男孩啊 大男啊 来 推个脸皮肤接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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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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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看一眼孩子啊 同志 这是老二看一眼 男孩女孩 男孩啊 亲一下皮肤接触啊 别激动啊 好 好 老二 男孩 挺有心肌肉 你这个是男孩 老大了 老大差管 老二不减啊 十十 那就十十 妈啊 老二减分了 老大了 老二不减分了 老大吧 对 老大了 我去给她换书吧 冒了不用冒一二一个 这是老三 坐这儿吧 我觉得一个车装不下 太大了 我再找一车 手术室外长阳军还不知道 刚刚手术室已发生了一切 来了怎么样 大人怎么样 这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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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亲生的男孩 这是差不多2厘米 比方1500幅度 这个是老 老二很老的这个 9.28升的 珍藏4分1厘米 指冲14009厘米 这个是女性男孩 这是老三 9.29升的女性男孩 增加4分1厘米 指冲1640克 您慢点等吧 您先上等了 好 11号 好 129号 三个 三个 三个都出来了 三个 三个都出来了 从现在开始都要分别经受生死的考验 重症病房的温乡就是他们降临人间的第一个家 刚刚品尝到初为人妇的喜悦 厂港区就不得不为三个病重的宝宝办理住院手续 哪边建立病毒窗口啊 抢救的阿科的 请坐那个 对面上 不好意思啊 要麻烦这个阿科抢救的 找孩子呢 对对对 帮了孩子 对 在后臂 子宫后臂 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我们觉得这块容易粘绵 所以这块经常也会 咱们做完了啊 回去以后少遮坏 两个话都肚子该这样去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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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嗯 好吃 偷工长手术很成功 但是生命的抢救 它远远没有结束 羊瑶 嗯 这是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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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没有自主呼吸 老二和老三又有什么危险 引起老孩都是未知睡 那大孩子比较重一些 直接插管了 就是有上一遍 医生态点 比想象中更加糟糕的消息 孩子很小的 嗯 如果不行的话 不行不行的话 就得插管 短短一天内 长宝君对三个小生命满怀喜悦的气派 瞬间转变成孩子病危的巨大打击 办完住院 我去啊 好 好 长宝君办完住院手续 听说冯瑶的手术已经结束了 他飞快地返回病房 山德啊 你好厉害啊 你受苦了 最小的也精进三斤的 大的有1600多克 三胸部都无法进行自主呼吸 全都上呼吸机 三个孩子身后 都有明确的呼吸经常生活症 如果你不只是做处理的 它会越来越重的 最后找出处理的 严重的呼吸衰竭会导致孩子生命危险 第一天 三兄弟首先要传过的是呼吸衰竭罐 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败血症 就在三兄弟出生的当晚 常规的血液化验显示 三兄弟都有严重的感染 得了败血症 就是我们诊断是很明确的 三个孩子都是早发败血症 严重的它就会造成感染性休克 死亡 你每天的话就能血气监测 马建宏 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 从这一天开始 他和NICU的所有医护人员 24小时守护着这三兄弟 由于过早出生 三兄弟的肺部感染越来越严重 导致了肺炎外形症 正常人身上应该有的细菌 在三兄弟身上 确实致命啊 为了随时了解病情的进展 医生必须对宝宝进行击碎穿死 所进一步检查 我出现了 二人和小宝情话还算正常 但是大火紫髓穿死 发现了细菌 也就是 极有可能出现 一年出现 第二年可不出现 有可能出现 一年多多的吗 一年多多的心身 是 他说一年多的筧币 她说一年多多的心里 都像是弱子 第三天 三个宝宝还没有脱离呼吸机 而大宝的情况也还没有好转 这个孩子也是提示 它是有一个化妆型脑红炎存在 一个是造成死亡的问题 如果存活下来的话 它会有后遗症的问题 一个就是脑瘫 一个是癫尖 这是刚生下来的树 来看呀 老大 哪儿女孩 我看 我看呀 男孩女孩 男孩啊 进来比不接触 啊 别激动啊 我都在里面 我都没有看见他们的脸 是吧 出生第四天 责保的情况 男孩中可以自动 但是两个哥哥还是无法脱离呼吸机 老大的脑瘫也在继续观察治疗 会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 还没有反应啊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老大 但是老大的病毒重嘛 所以说 他的治疗疗程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 一般的话 最少要两周有的孩子 可能要更长 那我还没睡觉 那么多可不存在 一般的孩子 在这种孩子 那我帮助 你最后一身的孩子 对你这种孩子 对我来说 我这种孩子 你那么多小时 他就像是这样子 我这样子 那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我这样子 那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这么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终于长到了第十天 在这十天里 三兄弟都很争气 大宝和二宝都换成了无疮的呼吸机 二宝已经一顿能吃六毫升的奶了 体重也在慢慢回升 今天大宝也摘到了无疮呼吸机 尝试自己呼吸 三个宝宝都开始用吃奶了 这个吃了多少 三毫升 先看一下它有储瘤 对 它是有四毫升的储瘤 上次没有储瘤 每一天的吃奶量 也从最开始的一毫升 之后一滴一滴的增加 这个不用吃了 因为这个有储瘤 已经超过它要的奶量了 所以这个不能吃了 这个也给它来得及 嗯 这个也给它来得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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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和老三现在 会计已经被撤出了 今天老大撤了 那种状 再观察如果顺利的话 就要那样的整体情况 还是在逐渐的恢复 在好转过程中 这样子 就是老大这个脑膜炎 现在能有什么具体的 比如它长度的这种 如果这种孩子 治疗顺利的话 医疗程比较俗 医疗比较好的话 它于后来说 也是可以好转 也可能不留下后一段 儿科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老大的脑膜炎控制住了 老大 老大 今天有考虚的教训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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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考虚的教训 现在灰机已经撤了 真的 怎么这么快啊 那今天已经 可以喂一点奶粉了 医生说 然后 那现在消化吸收上 可能暂时还没法完全吸过 但是已经好得多了 老大 我真的不得要担心了 我昨天晚上一万人都没睡觉 别担心了啊 放心吧 今天这个 主任专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大大的情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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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冯瑶第一次见到自己的 好子 从怀孕到生长 一路走 再多懂了 也都在见到三兄弟照片的那一刻 化为了甜 还是单眼皮 怎么没有一个双眼皮 来 冰水来 这就是提提你那线 把这个线往那条里 随着走就行了 不要拽嘛这个 2018年7月16日 北京安珍医院的一间手术室 一台特殊的心脏外科手术 进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快点动作 手里 行吗 做手术你们两个人 全力以赴 奔跑了线你们两个人 心脏外科的孟旭主任 带领着十几位骨干医生 已经竭尽全力的奋战了五个小时 如果这台手术取得成功 不但能挽救手术台上的 这位23岁大学生的生命 而且还会创造国内第一例 心脏外科的手术治疗记录 你啥这么高吗 全都吃到 吃个药 难受吗 23岁的韦涛 三年前 以六百多分的高考成绩 从广西柳州的高中 考进了北京理工大学 在亲朋好友眼中 维涛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在父母眼中 他也是一家人的希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前途无量的年轻大学生 却已经是第二次 住进北京安珍医院的 心外九科病房了 从这个治疗本身来讲 就是一种挑战 不光是 不是技术上的主要挑战 包括心理上的挑战 都是这样 就没有办法能解决它 孟旭北京安珍医院 心外九科的主任 从事心脏外科事业三十多年 像维涛这样的病人 孟主任也并不多见 2016年维涛因主动脉瓣严重感染 导致严重心衰 住进心外九科病房 主动脉瓣是整个心脏 往全身打血的最后一个阀门 为了挽救驴涛的生命 当时医生给他做了半膜置换手术 其除了所有病变的主动脉瓣 为维涛换上了一个人工机械半膜 来代替主动脉瓣的作用 使心脏恢复正常的功能 虽然手术很成功 但是让医生和维涛万万没想到的是 医生在维涛身上 发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特殊疾病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白塞氏病 白塞氏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也就是说体内会产生一些东西 老要破坏自己的组织 白塞氏病是一种节地组织疾病 它会导致身体内的节地组织 包括心脏半膜组织容易发生病变 发病率可能大概是二十万分之一 在中青年属于高发 比如说口腔经常反复溃疡 皮肤有划痕不太容易愈合 它有时候比较隐蔽 这些常规的检查都查不出来 医生们诊断导致维涛最初主动脉瓣出现感染 以及术后出现半周漏的云胸 就是这个白塞氏病 而这次的症状比两年前的症状更为严重 整个人工机械瓣 几乎一圈超过四分之三 全部就跟自己的心脏组织脱离了 整个心脏相当于没有半膜挡住血了 全部的血压的血全压回心脏里 立刻就会很难治的心脏 靠药物是调整不过来的 心脏加重人就不行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心脏 手术是唯一能挽救雷涛生命的办法 可是如果还是采取以往常规的 种度脉瓣致换方法 那么术后极有可能 还是会出现半周漏 门中半膜的致换是要通过缝线 缝在这个组织上 而这种缝线它带来一些组织的反应 就是使得这个致换 它很快就会出现病变 就像我给它换了一扇门 结果这门的边上全在漏 有些病人到最后没有办法 就是直接做心脏移植了 考虑到维涛毕竟才23岁 心脏移植对他来说 并不是首选方案 孟旭主人带领团队 为维涛专门设计了一套 全新的手术治疗方案 这个治疗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第一例的尝试 算我们国内的第一例的尝试 虽然手术势在必行 但是维涛必须要先用药物 改善心率 从生命以来就看到阿米小新 从第一集开始看到一千多次 一级一级的正好手术 自从维涛住院以来 她的小姨就一直在病房陪护 对她悉心照顾 但是提起自己的妈妈 维涛却讳莫如深 你的妈妈 你愿意酱吗 不想 没啥 那今天都吃饭 不够我给你酱 为什么不要 我没有什么 这就是不小 而在手术前两天 维涛的妈妈 也来到了医院附近的一间出租屋内 我有时候怕我控制不了 所以我不敢去 我考虑我儿子做点 这手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控制不了 所以站在忙 它捏捏捏 下午一点半 围涛被推进手术室 一场晚就23岁大学生生命的保卫站正式到校 因为此次手术却びつ落台 在国内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并无经验可以借鉴 此以北京安征医院 组织了华罪科 手术室超生科 重症监护科 风湿免疫科等多科室的 十几位精兵强将 为手术保驾护航 我害怕 害怕要做第三次 精湛医治 更风险更加大 只能选择这个手术 没办法没选择 好 先睡觉啊 小伙子 好不好 下午两点 心脏外科手术的 集结号吹响了 次次手术 医生不仅要把 已经脱落了 四分之三的人工机械办取出 还要换一个不用缝补的 有记忆功能的金属办 从而消除半周漏 替代主动脉办的功能 手术先用维涛的主治医生 心脏外科的孟斐 韩杰大夫作为前锋 开始上台做开胸手术 超级维涛的主治医生 超级维涛的主治医生 它这个主治医生 它现在这底子全是豆的 每个人一眼都不绝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难游离 维涛的这颗处于崩溃边缘的心脏 终于暴露在医生面前 而它的大小已经是正常成年人的两到三倍 天刀二十 它这个地方 它的严性跟从最异性的就是这股东脉根部 每次一步转出去 都行为二愣 孟旭主人上台 准备取出两年前置换的那个人工鸡鞋板 要弄吗 我弄 这样 给我来一个什么线 五中四四 五中四四都可以 左线流加强 可以拿了 站起 我站了 十七点十五分 庭外循环机开始代替心脏 向维涛的主动脉弓系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维涛的心脏将逐渐停止跳动 心防心室的血液也将逐渐被排控 为手术创造充分的手术事业 但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维涛的生命真正意义上进入倒计时 体育循环时间 都是争取控制在两小时内 你控制两小时内 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安全 但如果超过两小时以上 那心脏水长全是什么 这个比较大 鱼板高有这么高是吗 4.5 4.5 我刚才认识4.5就片了 因为心形记忆金属半环的高度 是4.5厘米 所以医生选择 在距离主动脉半 4.5厘米的主动脉上 作为一个横向切口 孟主任通过这个切口 不但要把旧的人工半膜取出来 还要把这个心形记忆金属半环 放置在合适的位置 然而4.5厘米的距离 却大大增加了数中定位的力量 你能看见这个散组酸吗 很快 旧的人工半膜被暴露出来 倒是打穿了 也全粘了 可是让孟主任意想不到的是 旧的人工半膜未脱落的根部跟半环壁 几乎死死地粘在一起 给我电刀来 电刀 20啊 电信的 你们去找两只那个什么杠三腰的线来 孟主任在剥离旧的人工半环时 必须小心翼翼 贸然牵纳 必然会被周围的心脏结构造成损坏 如果铺色严重 对这颗本已千疮百孔的心脏来说 将是雪上加霜 先往那边去 往那边去 雪盘前来 快点啊 十分钟后 旧的人工半膜被承风取出 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决定一下我的东西要放着哪 这地方确实特别的大 已经是特别的大了 孟主任发现在原主动脉半的位置上 撕获得特别严重 已经没有足够的组织 为新的记忆金属瓣膜提供支撑 经过测量对比 孟主任决定给维涛置换直径为 二十六毫米的记忆金属瓣膜 这种金属瓣膜 在零至四摄氏度的冰水中会压缩 一旦拿出冰水 它会瞬间自动膨炸 所以如何能快速准确地 把它放置在合适的位置 这对医生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白科大夫特别的顾虑这个白塞是病 因为即使当天手术做得很成功 不代表以后不漏 孟弟他其实刚开始很不赞成做手术的 他怕第一次一样各种风险 这次手术家里面决定要不要做 已经讨论了很久 当时我跟我妈说起来这个事的时候 我每次跟她说我弟的病情就是 各种崩溃 各种在那里电话那头哭 就是跟她根本就沟通不了 这不行 第一次尝试放入失败 这个瓣膜它要通过冰冻以后把它缩小 但是你拿到手里的体温的正常体温 它自己就开始膨胀 你必须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就比它放进去 否则它是膨胀以后你就放不进去 那我得拿出来 对对对 拿出来 好 捏子赶紧 来快点捏子 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又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太快了 重新压重新压 第二次尝试放入还是失败 既以金属瓣膜释放位置的选择至关重要 如果释放过高 会影响正常的冠状动脉的开口 导致非常严重的急性细衰 围头就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如果释放太低 就急损坏心室内的结构产生传导组织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45分钟 留给大夫们的时间并多了 就像我看 浇冰水呢 这一次终于成功放入 但胃疹能恰到好处吗 我觉得这个腹膜这个病状都没事了 我们先跳起 看一下超伤 如果不行我停下来后再用点东西再挪一挪都没关系 终于 维涛的心脏在停跳一个小时十分钟后 得以再次服调 医生们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十道超声的屏幕影下 卡的还是差点是 满下点劲是因为那个有点太低了 对 有点低了 医生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超声显示 因为新的记忆金属瓣膜位置释放过低 主动脉瓣反流严重 医生们不得不再次让维涛的心脏停调 调整位置 停调一边来 机器听话 我拿来没考虑 拿走走走 那手压了 不用压了 压了干嘛呀 那点反流没有关系的 来来来 变换镊子是教我早切口 对不对 慢一点 慢一点 不要扯 对吧 扯了它不就那什么了吗 尖刀 术中让心脏二次停调 不但对患者心衰的心脏来说 是一个打击 对做手术的医生来说 也会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 因为体外循环 哪怕只延长几分钟 对手术的结果 就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快点动作 手里 行吗 对 这做手术你们两个人 全力以赴 奔跑了 谢谢你们两个人 来 冰水来 把这个线往那头抵 对 留着它那什么上 这就是提提你那线 随着走就行了 对 不要拽嘛这个 我的团队这么多年 我们几十年大家在一起 他们都会了解我的幸福 在治疗上来讲的话 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 就心脏外科 应该说在所有外科领域里来讲 风险最高的职业 剪刀给我来 折腻片来 快 任何外科的风险 都没有现在外科高 你要选择了这一条 你只能担负这个风险 你也得担负这个科科 你也得担负这个紧张 来 快点我看一眼 超声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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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十道超声检查 新的记忆金属瓣膜 终于放到了合适的位置 而术前医生们担心的 二间瓣和三间瓣的反流 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回来睡以后 会不会心脏有加重 或者心脏有反痛 包括全身的供血 包括脑子会不会醒得好 因为只要有心脏 全身脏气都可能会有问题 术后第三天 心脏超声显示 围绕着心脏宫移 出现明显好种 今天就能从重症监护室 转往普通病房 她的爸爸妈妈和小姨 也早早来到病房门口等候 就带着上个宝 围绕和妈妈之间 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呢 我妈妈跟我说 她脖子上长了个东西 百分之百的确定 是恶性的癌症肿瘤 原来两年前 在维涛做完第一次手术后不久 维涛妈妈就被诊断 患上了甲状腺癌 她是说让我弟先把病给治好 然后等她手术完了 再解决她的问题 就是他们只是想着 为对方去考虑 所以就有了这种争执 围绕把妈妈生病的原因 全关注于自己 她对我妈真的是很愧疚的 在她的心里是觉得 她的病跟我妈妈的病 有很直接的联系 所以就有一种抱歉和对不起 任何外科的风险 都没有新疗外科高 你要选择了这一条 你只能担负这个风险 你也得担负这个科科 你也得担负这个紧张 心脏外科的容易感 只有十秒了 心脏外科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有马虎一定会给你教训